主席基金会今天在到达市公所基盘健康质素市的活动 很多即将利用健康的食材来料理出十项健康有更好吃的味道 我们菜的种类就是以蔬菜为主 再来就是说第一我们是低油、低盐、低糖 这个都是以健康为主线 很多乡亲公所主管市民代表 里长都前来向阳 国民党立委候选人5月今晚特别前来参加 好吃吗?好吃 我不知道瘦石才好吃 好吃 孕儿吃这个菜真的对我们身体很好 天天都吃素保护地球 对身体比较健康 实际的推广慈悲 第二方面又可以减碳 因为蔬食又可以健康 非常棒非常的美味 对这个蔬食料理可以推展健康 又可以环保 全球气候暖化的情形越来越严重 不过传播专家研究 吃素食可以由后来改善环境恶化 因此邀请大家来练书享用这年监团的行动 多人吃菜对这个生态环境可以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量 对全球暖化有很大的帮忙 在这里我们每一个人一天三三都速食的话 我们每一个人一天就可以减少大约两公斤的这样二氧化碳的排放 推动这年监团要让地球環境 需要大家做回来 而且动作很简单 只要由简单的吃素食开始 就能由后来改善環境促进身体健康 要要要全球如数日大 既者欢迎观察方报导